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今天呢,他给了一个正弦形的函数 正弦形函数呢,就是在赛前面会乘一个这个系数 那我们要从这个表回推 首先从这12.5,我们就知道 这个图呢,是以这个12.5的高度为基准 接下来呢,0.6点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边有一个这个周期 那这里的话呢,刚好是什么 12小时是一个周期 那这里呢,3点,15.2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 3,这边是15.2 那这边是12.5 所以这个正弦呢,就增加了2.7 所以2.7呢,就是他的这个正弦 也就是这个A 那这个B 今天现在周期呢,变成什么 变成12小时 那原本的周期是2π 所以这个B要写12分之2π 也就是6分之π 所以1,所以D就是错 好,那这是12小时循环一次 卸货点呢,就是要水要够深 好,水够深就水位够高 所以呢,这边3,那下一次呢就15 所以B是正确的 好,那18点跟24点 都是什么 都是在这12.5 所以A是正确 因此此底答案A,B1 识明 2 4 2 感谢观看